人風出國海外旅遊大爆發 外交部及各地辦事處 有進大批申辦護照民眾 不少人現場排隊等候 等到天荒地老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光是去年一年就發了62萬本護照 不過9月3號起 線上就可以申請 線上申辦護照 今日起上路 只要年滿18歲 居住國內而且是有戶籍的民眾 護照已經與其10年內沒有遺失記錄 個人資料沒有異動 就能直接在線上申辦護照 符合以上資格 民眾必須使用自然人憑證 登入系統申請 線上信用卡繳費1300元 14天之後必須攜帶身份證及收據 在預約的時間地點 由本人親領護照 我們必須要確認他的人別 他在網路上申請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 他本人是怎麼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說他來領取護照的時候 必須有規定說 他必須本人親自來領取 目前申辦護照有三種方式 零貴辦理採預約登記 或是委託旅行社辦理 限期一月辦理是由本人 前端親自送件 可以採取郵寄方式領護照 而線上申辦護照 則是必須由本人親自領件核對身份 換句話說 申辦民眾還是得親自跑一趟 但能避免文件短缺 再分撥補件 省去 舟車 勞動的麻煩 這次有黃俊倪順事先提出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